不由路上满是泥巴泥水 大雨过后苗栗通宵台一县 通湾里路段出现严重积水 路过四名机车骑士陆续滑倒 其中两名骑士还因此摔伤送医 你身体有没有怎么样 你慢慢牵牵到没有不滑的地方 附近工地排水不良 加上25号一阵大雨 造成路段出现积水 酿成车祸事件 梅雨封面报道 南恒山区累计雨量也将近200毫米 玉碎老农溪汇流口河床 因为大雨冲刷下来的吐湿 造成10米深的沉沙池台深 距离明坝克路刚变桥 断面不到6公尺 公路局赶紧派人进行输郡 因为大雨还没完 气象局局长正名点 也在脸书po雷达回坡图 发文提醒民众虽然雨势暂缓 但后面还有一波不稳定的西南风增强 今天晚上开始西南风会比较偏强一点 整个大环境的条件 有辅助的情况之下 中南部地区可能在今天夜间到明天的这段期间 降雨反而是逐渐的趋为明显 受到封面影响 周四五后中南部会有明显雨势 周五中南部还会出现大雨好雨 周末封面减弱 山区东北部五后还是会有雷震雨发生 周日下午开始降雨会趋缓 随着封面又有一些逐渐接近的趋势 所以接下来礼拜二之后呢 可能天气上面来说又会有一些变化 封面报道带来长时间强降雨 山区雨是尤其明显 山区民众要多加注意 近期新闻张比达和坤元才报道